你会什么呀 我双条 我双条 你会干吗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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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能紧跟时代酬疗 没有一个过得刚是无辜的 演出不在真实的 距离浪开思念的时候 你老天荒直到永久 你值得永久 等着老郭学习如何优雅的骂人 别会了 下次就这么用 你练茶哥里煮圆销啊你啊 你糊涂加混蛋 你是练茶哥里煮秤 混蛋前地儿带茶哥 你是练茶哥里煮煮猪子 说你混蛋你还瞪我 你是练茶哥里煮瘦 混蛋都出劲了 你是练茶哥让你爷爷蹲走了 吃货 你是终于买一个管啊你 原本正经的铜锤大花莲 在放飞自我的路上越跑越远了 真来傻子了 我不傻 我搞后面了 你瞧 太拿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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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上演出台下打架 老郭丝毫不慌还玩现挂 看得出来他们四个很想下去凑热闹 等手圈我再给你唱戏我是内岗 突然变了 你笑什么 你给我拿 你三个孩子不玩妙戒子 你摸嘴你啊 你摸嘴说是给他逃羊弄的 其实是他自己解放天性的乐园 这应该才是戏曲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我的刚对京剧真的很痴迷 交友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 比起向上郭老师还是更爱京剧 比如说来个人要夸郭老师 我天天听您的向上入室 你向上说太好了 郭老师啊 好吧 谢谢你 那一说 哎呀 郭老师我觉得您的京剧唱法真太棒了 是吗 啊 你觉得哪个好 宁愿亏损 也要传承戏举艺术 这个是中国京剧唯一的自负人 可以凭着唱戏 能亚估自己传戏 都是自己把戏买到 无时无刻都在安利京剧 什么时候能唱戏啊 他最近已经唱那个 败妃最久 是清唱还是怎样 清唱 一不半过 但是那个装没半过 但是他们还挺兴奋的 期待着 把装也半过 我们那有一个麒麟剧社 就是专门干京剧的演出的班设 你要没事的时候 让他去玩吧 好啊 专业的老师 各式各亚的水平都有 别去 正是因为老郭 才会有更多人知道京剧 郭德纲唱的京剧全是邦子门 一个相声的知名演员 来演一出京剧 那是他自己的喜欢 爱好 爱好 专业 你不能拿着那个标准去衡量的 我觉得是 是吧 他不是在糟蹋 对 他是在传播 就爱听郭老师邦子味儿的喜腔 我想提一句古语人 好的古语 说来我听你听 你唱的很像邦子 你唱的很像邦子 说郭老师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传统们话 就说有多火 我跟德云树关系还不错 我跟侯震侯老师是好哥们 也没有票 那你自己就买票 然后买票以后 进去以后你发现现场 坐的全是年轻人 最年轻的十六个十七岁 大一点的二十岁二十岁二十五 都有一帮年轻人 在捧自己的角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美啊 来做老父亲的疯狂也是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饭 哎呀那不提来了 到今天可以说 岳云鹏让我很满意 他有一点做的比我亲爱的好 岳云鹏给我买了好多的毛 我心里你怎么说他都不买是啥的 论师傅对吗 演出好久了 那是豆腐的 你没点满意 还是大前天 岳云鹏 郭敬飞 雷家音 他们几日好像凑钱 给我买了这三亿买件 还是得收拖链 还是得收拖链 大林太忙了 一家忙庞换一个变哥不亏呀 有人问我说 拿忙换张云蕾换不换 哎呦喂 换吗 换哪 把我喝上去 当然得换谁都换 把谁都换 你只要记着家在哪 换出去你再回来就行 这个技术名词叫放哥 不得不收 老郭可真会玩 你发毛我不介练 你照照丢什么来着 发毛 什么发毛 两天天吃 我两天吃 修炼五百元年 哦哦哦哦 修炼五百多年 一回没用就丢了 哦哦哦哦 那这还修炼了 好家伙 演出还不棒碰瓶 真令人可闹 你凭什么骂人 我为臣骂人 你还踩我脚 哎 你给我来哪里 我站在这里 眼神踩到你 你还要有人管没人管啊 哎呀 有人啊 我去人家 原来京剧还能这么玩 我这很单纯 我把这我吃人 我会逼爱 哈哈哈哈 今天我愿意来 一天 我把这我都给了 你准备 我看着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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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我下来了 弘扬京剧从娃娃抓起 希望能够把京剧做得更好 也希望发现更多的人才 希望你们多努力 也希望我们的京剧艺术 蓬勃发展 也希望学京剧的小老们 好好地练功 给弘扬咱们的京剧艺术 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师父对曲艺戏曲做到了成长 我代表情剧师 代表霍德纲先生 给咱们这个学校来道喜 四重年生日快乐 培养了不少京剧的好娃子 为什么京剧成绩那么难 还有那么多人爱京剧 这就是京剧的魅力 我们这全力为之 全都是为京剧服务 为传统医生服务 要是让郭德纲再继续霍霍京剧 国粹的出头之日就指日可待了 曾院长端庄了一辈子的大清衣 没想到毁在了说相声的一嗓子上 果然就没有郭德纲带不坏的人 老祖宗也没想到 网络的热纲会出现在京剧的舞台上 演出过程竟然使坏标日云 记得同台女搭档直接上脚踹 咱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来唱戏的 秦小贤该叫了师父这段肯定是跟他学的 这个就是老郭说的 先让京剧活下来再谈其他的吧 老郭玩得很开心 我们看得很开心 演员有收入很开心 大概只有主流不开心 这就是身子 怎么没七百五马啊 所以大娘们 罗娘娘 罗娘娘 是罗娘们 少了一根子子 什么 少了一根子子啊 罗大娘们 少娘娘 娘娘也是娘们 看脸了 来来来来来来 曹阳备奏真的一点都不亏 撤下了我的爹 说你是你八 出来我听听 唱得很像帮子 我 我他刚这颗糖算是被玩出花了 哎呀哎呀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你来吧 我都能来晚了 你来晚了 现在也没感受 额云平 孟革棠眼神一顿 就开始霍霍师傅 我有这么些汗吗我啊 你看 流量真的好温柔 尤其是连眼神都满满的爱 本以为孟革变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那个皮皮团 我刚才看您都流汗了 我刚才下来给您找点 你管我呢 我今天因为穿着秋裤呢 太热了 你大爷刚才 您这是干擦呀 一点汗都没有 可以了可以了 副总这哪里是擦汗 吃那么大劲是盘桃的吧 二哥真是把图孙的卑微 展现得淋漓尽致 焦心意不敢用力 有狼者眼里见 看见师傅被吓一跳 立马过来给擦飞尖过来的口水 郭德纲也有害怕的时候 节目现场被女主持人突然袭击 就倒这吧 不赢不能结束 不赢不能结束 就这么就聊 这聊的没有什么可说 大爷来来 开机的别闹 张绍华老师真好 可看到老郭出汗 立马喊人还亲自动手 发装哪去了 给你钉的呀 这汗出的 这棒子不严 不是纸呢 就是在这鼻子 哎呀呀呀呀呀 我妈这疼人呢 不是 关键是他展的地儿 无刀位 咱们不知道化妆不得 就是了 我妈太疼我了 画面看了怎么样 怎么样 严重怀疑 你们擦汗是假 张摸师傅头才是真的 这搅货 我一猜就是您 你怎么猜出来了 首先这个上海厨子 不可能爱用那甜蜜店 哈哈哈哈 老郭也很无奈 怎么办 自己的徒弟自己宠着呗 说说相声 都干嘛 德韵社的相声演员 主打的就是一个与时俱进 原来老先生也是冲荡高手 台上直接讽刺主流艺术家 啊 我们也跟主主是更大的主主 别别别打 别别别闹 别别闹 人家说什么呀 人家说什么呀 人家说什么都不要大孩 人家说什么都不要大孩儿 人家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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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平时在家 没少关心徒弟吧 连肖白谈恋爱的事都一清二楚 你来那几牛奶子一分 不会吧 来 让我让我 张高白上来我们去唱 让我说白 给她女孩子吵架 人家老太吵了 人家老太吵了 演出前发生的事上被热搜 本场的时候就杂贯 还热乎着她 哎呀人家 听说你刚才上热搜了是吧 哈哈哈哈 你给他全马上买 好了好了好了 这好事咱人家马上退一退 行了 别没事搞事了 好 我来 追人单曲啊 你还说你借着那车里面 你指着卖帅卖包子 买了金口车 哈哈 主要是网上爆火的舞蹈 没有哪种能逃过老爷们的魔掌 小白和大黄不会是坐在路由器上的吧 说场圈的事他们都一清二楚 互相杂卦这种水白看哪 圆圆相报之 哇哦哈尼篇 没事我就问问 想一想怎么都能说 哇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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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哈尼篇 你不是这个 啊 啊 德运社的坟场 永远比这会儿有意思 支付的快乐 运云鹏体验到了 我又哼着 在梦里那首歌 很久没见过故乡的月子 奶奶的铺山 她咬着坏花儿龙 爷爷的眼带飘向了银河 在相声小剧场求婚也太哇塞了吧 得到这么多老爷们的祝福 今天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剧场里边一对恋人 他们要求婚 就是我们的葛颜和史莎莎在哪里 我只不在此刻图安静待命 方芙伦要是兼职赶思宜得卷死一片 来说吧 正好对准这一对奇迹人 哇 哇 不得不说 小梦和此刻真是越凑越摇 都失败这么多次了 依然不放弃 带着大红头跳好运篮 这个场景有生之前还能再见到吗 在哪里 ",引起来我 出 voyage ków奇林之心全一舍皆知 大伙表演一个可以啊 听话这啊 说天心 你这是憋着要篡位 双帅俗称寸草不生 大实话一唱正式接班吧 你们看看我们大少 我先真道歉 咱们不能只道歉 这都是我安排好的 大少出场前面 我都不让他们好好发挥 好儿子 就得看我这一下了 来吧 说天心 我先跟你套歉吧 明慧这活还得看老七队 松上门的便宜不战白不战 我们来救爷爷的老七 你们不让救 救救 不让救 救救 不让救 救救 他两名字是不是该改一下 白云黑桶这肤色对不上呀 我是白云 我是黑桶 我鸡子一 我鸡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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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老公 你先等会儿 老母说话呀 老亲这个妖娄蛇 不但长毛还长着耳朵呢 你是蛇算呀 你看出来吗 我是蛇 你们家蛇都长毛了 从门太着急了 我穿你衣服了 把睡衣都穿出来了 你是蛇 我出来 我是蛇 你比蛇还乱心呢 我是蛇 我又是蛇 遇到德学社才明白 好的教养与学历无关 好像所有人都在教秦潇贤长大 谢可言疏忽了餐桌的规矩 孟和堂的回答 震惊我寒 这就是从小培养的规矩 郭其林四岁的徒弟提起师傅名字满是尊敬 师傅在唱探情水河 粉丝激动大喊 张云雷立刻严肃地做出晋升弄作 郭其林按照父亲的关系网叫小S姑姑 虽然对方嫌弃 但是该有的规矩没有少 人时的人品往往都是藏在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女星注意分寸 尽显身世风度 招聘不是不懂规矩 而是太懂规矩了 仅用一张三斤 明镜与点栏目 历史倒车 可是他只知道一人为师 终身为父 儿子给爸爸磕头怎么了 这是我们新任酒队队长 看这节目严峻了 别逗的 快起来 好好工作啊 今儿刚百之啊